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今天是2019年7月29号 在这个视频里呢,我想兑现我的一个承诺 就是关于韩媒他的频道目前被冻结这个情况呢 就很多网友已知的一个表象原因 就是他的频道里面有相当一部分视频是直接把别人的视频拿来插广告 然后播出赚钱,所以这就跟偷没有什么两样 所以他是严重违反了YouTube的社区规则 现在呢,他的频道可能是面临要被关闭 至于为什么我会认定这个原因 就有可能是他的频道被关闭的最直接的原因呢 除了在7月26号我的那个短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我有去发现他有一个视频链接是已经被断掉了 也就是那个视频是被删除了 而那个视频从他残留的痕迹看得出来 应该就符合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的一些盗版视频的特征 除此之外呢,我后来去了另外一些频道 那么有的频道主呢,是有截取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些盗版视频 那现在那些视频呢,显然已经从他的频道里面再看不到了 所以显然他是有做了一个cover up 就是把一些涉事的视频给去掉了 那我呢,也是采信了一些频道主的说法 那我为什么采信这样一些频道主 我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对于YouTube上 他已经是确认他是人在国内 并且呢,他是露脸出来做YouTube视频的话 我个人的感觉 他一定是受到中共中宣部某种程度的一个认可的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翻墙国内查得很严,对吧 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和上海的地铁车站呢 都有乘客遭遇到民警领检 就是查看他的手机是否有翻墙软件 另外呢,我在我的推特里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视频 非常迷你的视频 在那个视频里面呢,就是有一位网友 他透过打电话的方式去询问上海的公安 就是问如果有国内的人翻墙去上推特,去上油管 是不是违法 那公安明确告诉他 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的话 这就是违法 另外在同一个推文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有证据显示 韩大草包法官他是在微信群里面 就是公然的讨论怎么用VPN翻墙上网 这可是违法的 所以以他一个前法官回到中国以后 继续在中国的境内违反中国的法律 这样的事对于曾经抱过郭文贵大腿 之后呢,也痛斥过蚂蚁帮说他们去砸了李洪宽的房子 然后又在周立不安里面张口就说毒是糖爽的 转两人又造谣说毒是狐杰女儿的 头一年呢,还说反党反习 摇身一变就成了拥护中国共产党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在微信群里面公然去违法 这对这样的人来说,这都不算事,对吗? 证实韩媒频道被关闭的原因 是盗版视频的问题的人当中呢,有黄河边 而且他是在回国之后他证实的 那这里面呢,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就像我刚才说的 凡是在国内露脸做视频的 这个他毫无疑问,他应该很清楚 他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中共大外宣的检测当中 如果他有超格出编的话,他会引出麻烦的 所以他敢公然这么说的话,这第一应该是事实 第二应该是中共也认可他这么说这件事实 另外我注意到他在谈论韩媒的时候 他这么说,他说韩媒的政策水平也好不到哪去 我觉得这个,这句话里面的信息量很大 首先我们一般做自媒体的 你是不可能有什么政策水平,对吗 你不需要去解读一个政策 然后把这个政策呢,去传达出去 只有什么人才有这种需要 只有大外宣或者是大外宣的外围人员才有这个需要 所以我觉得他脱口而出这个词的话 我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和韩媒应该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行业当中的人 另外他说的是韩媒的政策水平也高不到哪去 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韩媒应该在这个大外宣的级别里面可能要比他高一级 另外我们知道黄河边他做自媒体呢,已经做了两年多了 基本上就是以杂锅著称 而韩大草包法官呢,他是在今年春节前后回了趟国 然后回国再返回加拿大之后呢 就完全感觉是中共党国附身一样 然后他的粉丝从回中国之前的几千粉丝 立刻就水涨船高 到他频道被封杀 也就是上个星期七月份 几个月的时间,他的粉丝量已经达到了七万四 这样的粉丝增长的速度呢 就让我想起在国内由那种坑蒙片假大空催生出来的一些特殊的奇葩行业 比方说叫做点击工厂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点击工厂呢 据说是在山东发现的 有八千个手机 所以这八千个手机都在这里 他能起到的就是什么作用? 涨粉啊 然后点击率啊 所以点击率的话对于YouTube来说 他实际上形成的是一个诈骗的产业 也就是说YouTube投放广告的那些客户 他们是希望他们的广告被一些真正的人可以看到 激发起他们一个购买或消费的欲望 但是呢却被中国的这些点击工厂骗去了 骗了大量的广告去 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信息碎片拼起来 就是韩大草包法官几个月之内 他的粉丝暴涨 口风呢突变 再加上黄河边刚才无意当中透露的 说他的政策水平也高不到哪去 把所有这些信息碎片拼接起来的话 那么韩大草包法官他究竟是不是领任务的 这个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 其实韩梅他的身份的认定呢 网上是有很多频道都起到了一种助推的作用 为什么我会比较采信那些频道呢 坦率说我一直认为就是 人在经历了长久的一个生活模式 或者是一个工作环境之后呢 他会和他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呢 形成一个特定的气场 让人呢一望即之 所以对于很多露脸做视频的频道主 我在看了他们的一部分视频之后 我是可以获得很多有价值的信息的 然后把这些信息呢 从我们一般公众渠道可以获得的信息 去做一个比对的话 经常就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一些判断 比方说网上有一个YouTube评论主呢 他看上去是比较有资历 有年龄在那摆着的 然后他谈论的很多话题呢 因为虽然他声称他只是一个自媒体 但是他在谈到韩媒的时候 他有一次就不经意是这么说的 他说像韩媒这种人 你如果回国来 他说我们也是欢迎的 所以他这个不经意说出来的 我们显示出他这个自媒体应该并不是真正的一个单纯代表他个人的自媒体 这个原因呢 我刚才也解释了 因为他很明白 他是在国内 而国内你如果长此以往这么去露脸做视频的话 你是不可能不被像一些中宣部关照的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他做这些视频是得到一个认可的 而他不经意说出这个我们更暗示了他背后是有一个集团势力的 关于韩媒的频道被冷冻背后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 我是这么看的 首先呢 关于他是经常盗用别人的视频这个事情呢 我去年就发现了 也举报过 但是我发现YouTube的关于这方面的举报实际上是有难度的 因为照我看 尽到如果我说他是有侵犯版权 一般他给我的选项就是只能是侵犯我自己的版权 而且他要我宣誓要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 我才能继续往下走 所以一般走到这里呢 我基本上就打住了 因为我不是这个版权的所有者 关于这个呢 我没有太深究 我大概试过一次到两次 然后就没有再试过 所以如果我在这个问题上理解有偏差的话 希望大家指正 我也非常感谢 另外就像我说的 据我观察 他的频道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一直都存在这个使用别人的盗版视频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直到今年的7月25号左右才突然遭到YouTube的制裁呢 所以我感觉无论是从举报的这个似乎是有一点点技术上的难度 以及他经历了那么久都安然无恙 突然到了7月25号这个节骨牙突然就被YouTube制裁 所以我感觉这背后呢似乎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我注意到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在国内的感觉他应该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媒体人的有一个频道 他有在7月3号左右就指出韩媒呢有一个视频 他说的非常清楚 他说这个视频是盗用 说的非常明确说韩媒是盗用 但他之所以指出这个视频呢 重要点不是在于他这个视频盗用 而是在于他认为韩媒他放了这样一个视频 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关香港反送中 他认为放的那个视频有严重的误导 因为他说是韩媒放了一个军车在马路上开 然后呢 韩媒放到他的频道里面 就是放了一个很惊悚的标题大概是说军车开到香港 结果呢 就引起了很多恐慌 因为以韩媒现在他的YouTube的影响力已经是非同寻常了 最后呢 他这个视频被发现实际上是很多年前的一个旧视频 所以这个对于香港这个问题每天都在升温的情况下 韩媒这样一个已经有很大影响力的人 这样放一个误导增加这个恐慌的视频 所以他显然他触怒的应该是中共中央 要救一个可能也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 据说韩媒后来又放了一个视频 好像是一群人把一个人摁在地上 把他制服 然后呢 等救护车 结果韩媒放了这么个视频以后呢 就放了一个很惊悚的标题 大概是说到香港旅游的人你要小心了 所以这个呢 在也是在香港反送中这个事件如火如荼的节骨眼 也大概是被视为是挑拨大陆和香港的民众的关系 除此之外呢 他还放了一个就是大概是一个军事的一个视频 也是无厘头的很 就是没有任何解释 没有出处 没有任何应该标明的信息 就放在那里 然后再放一个很惊悚的标题 所以诸如此类 一而再再而三 这个就像中国老话所说的 事不过三 所以我个人感觉虽然表面上是因为这些视频呢 他有一个侵犯版权的问题 但究其根本的话 恐怕有就是中共的政治不正确 妖言惑众的问题了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再去回味 黄河边说韩媒说 他的政策水平也没那么高 恐怕意味着他对于韩媒频道被封这个事情的原因 恐怕知道的不仅仅是视频道版的问题 会不会背后的深层的 就是我们现在可能挖掘到的这个政策水平有问题 事实上韩媒这个问题 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说是以观后效改正 以他这个年龄 以他这个草包的素质 以及他的利欲熏心 这个呢 实际上对于草包法官 有一个比较稍微客气一点的批评 就是说他也不是爱党爱国 他其实就是爱钱了 但是我认为如果从深层次上来说 这种大外宣的产业 他其实就是无见到情报系统的一部分 而情报系统在中共呢 长期以来都是被一个政策所指导 就是以伤养情伤情两望 也就是说他会尽可能的解缩这个情报产业的成本 然后呢让这些情报人员呢 自谋生路 自己去挣钱 如果你对于情报人员都让他们自己去挣钱 最有可能的是什么 最有可能的就是豢养一群三性家奴 因为人性说到底就是自私 而这种以伤养情伤情两望的政策 无一是催化了这个人性贪婪的本质 对吗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人如果想保有自己的良知的话 绝对要远离就是任何情报啊 大外宣啊 无见到这样的产业 因为这个产业里面 它是两大特质 一个就是骗 一个就是贪婪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慣例用中英法三语 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的时事话题 这个信息来源呢 是加拿大总理 Justin Trudeau 他的推文 我们来看看法文吧 我们再来看看 Fifteen That's real progress 他的大概意思呢 就是说 出斗总理呢 他从他就职第一天开始就计划给加拿大人投资 那他的这个投资呢 已经取得了成效 就是相对于2015年 一个平均的加拿大中产家庭呢 他每年的家庭收入比2015年多了2000块钱 他觉得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进步 我想他这个目的应该是为他的竞选做准备吧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